走过高雄气暴 历经八仙城暴 慈禧人的陪伴持续至今 也陆续在各个社区举办祈福会 邀请左邻右舍为伤患来助导 而这股善的能量 这件上人也恳惜地呼吁 也需要在生活中不断地扩展出去 尤其联合国总部就表示 预估在这个世纪末 世界人口的总数会超过110亿 而资源的消耗 环境的污染 也都令人相当担心 联合国总部公布世界人口最新数据 目前全球人口数来到约73亿 到了2050年将增加到97亿 而再进到下个世纪时 将突破百亿大关 却也意味着地球资源将急速消耗 人口越来越多 消费的人越来越多 地球只有一颗 年轻人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不知道要如何生活 因为不只是物资在消耗 空气在受污染 所以这种气候变迁 恶性循环着 人口越多 爱的力量也需要扩大 731高雄气暴 届满一年的当天 高雄举办祈福会 传递祝福也延续善念 爱的能量更广更大 伸延在人间 这需要就是不断地说法 去把爱的种子不断地撒崩 天灾人祸 频率发生 唯有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扩散出去 彼此互助 才能让伤痛尽快平复 找回重生的力量 大一新闻消息节点减宽 综合报道